好了,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建網和互聯網的第二講 今天我們簡單一點,我們就了解一下 上次講了什麼叫網絡,有些分類,很簡單的分類給你們知道 今天我們就講究竟網絡提供到什麼服務呢 當然,我希望大家記起,其實我們主要的功能,網絡功能就是做兩件事 交換資訊和資源分享,看看 究竟我們在網絡服務裏面,有哪些是交換資訊,有哪些是資源分享 好,在網絡服務裏面,我們大概可以分為這些 第一個就是內部通訊,一會我都會解釋什麼叫內部通訊 硬件分享,軟件共用,互聯網接答服務 網絡會議,數據集中管理和資料備份 大體上面分這幾兩 什麼為之內部通訊呢,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即時去到 將一些資訊去傳送給對方 在我們網絡上面的一些其他電腦上 又或者甚至乎傳訊檔案 很多時候你們會很難去記 我在這一課裏面,我就會出了一個叫做 記憶例子 記住,說明是幫助你記憶的例子 但未必實際是網絡上面的 這個可能是 但其他有些,可能我純粹幫你記憶 好了,當你記內部通訊的時候 就很簡單,你記WhatsApp 即是說,如果一個網絡應該做到的 一個類似WhatsApp的效能 即是說,我可以將我的訊息 去發給對方 亦都可以將一些檔案 譬如相片 Contact 可以發給對方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內部通訊 你要記的時候,你就記有些什麼 你就知道網絡就可以有些什麼做 好,第二個就是硬件分享 硬件分享其實在我們 其實是歸類於資源分享 剛才那個就歸類於我們那個通訊 這個就是資源分享 其實硬件分享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特別是以前 現在可能未必那麼重要 以前那些硬件很貴 譬如一部Pinter不是每個都買到的 那你想一下,譬如我們學校 這樣有100個同事 如果每一百個人 每人給一部Pinter去就破產了 或者不是,總之Pinter 就要走去某部電腦才Pinter 也不是那麼有效率 所以我們駁了網絡,其實其中一樣 希望解決到的就是一個 硬件上的分享 可以節省到購買硬件的開支 可以善用到資源 譬如最簡單的例子 我經常都會用的 就是譬如說 一個打印機安裝在網絡上的電腦上面 其他相關網絡的電腦都可以用到的 即是說你不需要再買那麼多打印機 一部搞定 也不用同事特意去某一部電腦才能打印到的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真的是這樣的 要打印東西,即是走去某一部電腦才行 其他電腦就打印不到 這個就 有網絡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硬件分享的情況 譬如說 我們經常講的鏡頭 譬如我們現在的保安鏡頭 等等這些,其實我們叫Network鏡頭 這些都會做一些硬件分享的 我拍攝鏡,我每一部機都會看到的 OK? 好了,在軟件上面的共享 其實原先說的是 在伺服器上安裝了某個軟件 令到其他電腦都可以用到的 當然很抽象 和你們實際很少機會用到的 你們記住Google.com就可以了 Google.com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即是我在Google的伺服器上 安裝了Google.com這個軟件 然後大家就可以用這個軟件 就不用安裝了 或者不用重新安裝 都可以用到的 當然,其實我們有些尷尬 但是Google.com究竟是一個軟件 一個我們叫Web Service 即是網頁上面的服務 這個是一個比較 現在開始難界定的 但是我想大家,因為很容易記 軟件共享你們很少家裡用 即是你不會無端端和你哥哥 需要一個軟件用 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用Google.com去記住 這件事 哦,Ladware可以做到Google.com 當然,大家要駐版權 Google.com就沒有版權這些 不用理會 但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 在伺服器安完之後 其他電腦可以用到的 其實這個 究竟版權是否給我們這樣做呢 記住 技術可以給,但版權是否給 是兩碼子的事情 即是不要打算 哦,做到了,OK 但原來版權是不行的 好了,接著就是 互聯網接達服務分享 這個反而你們經常用 譬如說你家裡 其實申請了一個寬頻服務 但是你整家電腦都用到的 這個其實是因為你家裡已經駁了電腦 只不過你不知道而已 而你的網絡就主要是 這個網絡 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盡量 目的是 希望降低成本 當然你建構一個網絡的時候 是需要成本 但是長遠 我希望我們節省到錢 你們家裡未必有用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甚至乎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 互聯網接達 其實我們可以監測到 我們可以保護到對外的通訊 即是說 如果我們分享這個 互聯網的接達服務的話 那你就很簡單了 即是說你在哪裡做事呢 在哪裡做事呢 譬如說我上過什麼網 其實中央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知道 去做一些監察 譬如你想一下 自己家裡 甚至乎 再不是在家裡 譬如你用自己的電話 分享個人熱點出來 令到旁邊那個 都可以上網 其實是幾個例子 不過這個我猜你們 容易去記得 因為你們經常用 好了 這個我猜 新秀 以前很少說 以前 網絡會議通常 是在一些商業的地方用的 什麼叫網絡會議 其實就是音頻和視像的會議 不用真的面對面 好處是不說 但其實我猜你們 現在變成專家了 因為在疫情期間 其實你們上了很多網課 其實網課就是視像 或者視像 我們叫視像會議 或者網絡會議的其中一種 衍生出來的功能 好了 接著就是數據集中管理 如果大家有更進 特別是客戶是否 那個網絡 我們其實 我們中間有個伺服器 其實我們網絡裡面 可以有一部 其實電腦 你不要當是這麼誇張的伺服器 一部電腦 我專門放了一些檔案 進去的 所有人 就透過這部電腦去拿檔案 其實有幾個好處 第一件事 就是你不用這麼多的複製 你想想 我可能出個時間表 上課時間表 我分發給大家的時候 然後 誰知道我有東西要改 我又要通知大家 我有東西要改 我給你一個新複製 但如果我集中在中央電腦上面 就很簡單 我放了一個時間表 然後 學生好 同事好 想知道的時候 就去看 就去看 我有東西要改 沒有關係 因為你都會進去我這裡 你都會見到更新版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可以設定不同的傳取權限 譬如說 有些檔案只是校長可以拿到的 其他老師拿不到的 這個就可以 如果我們用網絡這裡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剛才方便管理和維護 譬如說 我究竟怎樣去 剛才說的更新上面等等 同一時間可以多很多人 一起用到 那 幫助到你想想的 就是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儲存了之後 大家就可以拿到 我分享了 通識科 或者其他科 都會做過 分享了一個檔案 或者一個櫃檔 給你們 然後你們可以同時間進入 我在上面更新的東西 你直接都看到 這個都是一個 讓大家方便去記憶的 好了 至於去到備份 備份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來的 對於外電腦來說 有沒有網絡都好 我都需要做這件事的 但是有了網絡之後 其實因為我很簡單就是 一次過放在伺服器裡 然後一次過備份 如果我降低了 譬如你的電腦壞了 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檔案 在伺服器裡 我們伺服器避了份之後 即使這部伺服器壞了 我也有方法去找回那些檔案 備份 稍後我們會多說一些 幾個例子就是Google Drive Google 其實幫你避了份 即是有一個伺服器壞了 其實是不要緊的 因為它有其他伺服器去頂替 有些技術去做這件事 OK 資料備份 今天就到這裏 期望大家 透過記憶例子 甚至乎你本身自己都記得 就去到記得 究竟我們怎樣去到可以 知道一些功能 網絡上的功能 當然我們現在還未談及好不好處 只是說一些功能 留待課堂再深入探討 好今天就到這裏 到這裏了 拜拜